嗨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的好朋友 陈月清 豆类和骨类就是我们说的 五骨杂粮 也就是我们的主食 既然是主食 当然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营养来源 那最新的研究也证实 豆类含有非常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 不仅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 同时也能够预防癌症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吃豆骨类 来预防癌症 尤其不是每天要吃 而是每餐都要吃 这是来自于最新的饮食建议 所以除了绿拿铁之外 我也鼓励大家喝豆芋浆 那为什么豆类要搭配五骨呢 因为这样子营养最均衡 也就是说不止有非常好的碳水化合物 也有非常好的蛋白质 更好的是这样的蛋白质利用率会大大的提升 因为豆类里面没有的氨基酸 骨类里面有 骨类里面没有的氨基酸 豆类有 所以它们两个合在一起呢 会大大提高蛋白质的利用率达到40% 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好的 通常我们会鼓励大家在打豆骨浆之前呢 豆子要经过发芽的程序 其实我们不是真正的要让它发芽 而是让它经过水浸泡唤醒它的生命力 让它的营养呢 经过水的浸泡之后产生了酵素 然后把它变成小分子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吃它的时候 风味最好 营养最丰富 所以绿拿铁鲜冻包的豆骨浆 都经过这个程序 但是并没有让它泡到发芽 因为真的到发芽的时候呢 可能有些营养已经流失了 而且它的风味不好 而是泡到 恰到好处 也就是说它的酵素分泌到最巅峰 牙眼已经非常的饱满 就要这个脱壳而出了 那个时候就是营养和风味 都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这时候把它蒸煮来吃 是最好的